我有时候跟外媒都谈 就是如果你看包装的headline 就是这个标题 这个可能会影响你每天的trading 但是最影响一个企业 在一个地方能否持续下去 不是headline 是baseline 是否一个稳定的社会 营商方面是否能公平 公开 具竞争力 这个法治怎么样等等 我觉得就是这个baseline 这个基本线如果也是吸引他们 继续留在香港 或者是吸引更多企业到香港的原因 近日 有外媒宣称 部分跨国公司正在撤离香港 日前 香港特区政府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接受了中心设计者专访 他用两个英文单词 对这一言论进行了巧妙评述 邱腾华指出 吸引一家企业在一个地区 长期扎根发展的主要因素 包括稳定的社会环境 和公平公开的营商环境 而对此前香港美国商会 发布的42%的企业 考虑离港的调查结果 邱腾华则用数据予以回应 邱腾华表示 想要全面准确地审视 在港外资企业的状况 除观察国际企业将区域总部 设在香港的数量外 港元的兑换率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 因为如果基金离开香港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从港元的位率里面 可以反映出来 但是从去年年中到现在 基金其实净流日 香港是增加中 差不多一年来 我们有超过500亿美金 就是外面到香港来 增加在香港这个投资 尤其是今年第一个季度里面 有超过170个亿美元的基金 就是透过上市杂志在香港 所以无论是在国际公司 用香港作为区域总部 无论是基金流日 还有上市杂志都反映 香港现在来说 还是一个非常受国际企业 欢迎的地方 邱腾华介绍称 近年来 特区政府在为国际企业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方面 做了不少工作 包括与周边地区签订 自由贸易协定 与外国商会 企业等保持交流 为其答疑解惑 讲解香港国安法的具体条文等 这些举措都让在港经营的 国际企业更有信心 所以我们也非常重视 跟这些国际相会的结束 就是看看他们担心什么问题 确实在19年的时候 当香港取与很多社会 包吨细节的时候 外商对香港当时这个稳定情况 确实有这个担心 但是到2020年的时候 他们反而对于社会稳定 比较踏实一点 我也碰过有一家 有法国背景的 是全球500大的国际机构 他选择在香港 作为他的全球总部 所以他的联系主席 住在香港 他说他去年 花了一段时间 去跟他们的董事会 说明国安法出台之后 对香港确实对他的影响 有没有影响 最后他确定留下来 当被问及如何展望 香港未来的商务与经济发展 如何让跨国企业和国际投资者 对香港更具信心 邱腾华表示 正如十四五规划中提到 香港应继续发挥 一专多能的作用 在金融 贸易 专业服务等方面 巩固优势 并加强创科 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等建设 相信在疫情禁区缓和的情况下 香港的经济可以重拾增长势头 今年头三个月里面 不单单是GDP有7.9%的增长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看里面 尤其是由贸易带动的增长 是过去十年来最高的 因为我们在今年第一季度里面 有四个月我们超越每一个月 有八千亿港元这个总贸易额 这个基本上就是提升了 我们在整个GDP里面的增长 也反映就是香港作为 一个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 也发挥了我们在经济服务当中 这个推动作用 在这个疫情有稳定上来的时候 其实香港具备一些条件 可以重拾我们这个增长这个势头